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21号可以说是自由世界对于中俄一朝邪恶轴心的各个地方的全面的似乎有这个迹象 转手围攻的全面打击的一个重要的一天 首先是乌克兰突然出其不意的对莫斯科发动了无人机群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群的袭击 莫斯科说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 光拦截就拦截了45架无人机遭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 说其中11架在莫斯科及附近地区上空被击落 另外有23架曾在二战中一度遭纳粹德国占领的布良斯克上空被击落 说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物质损失报告 到底最终是多少 现在不知道 因为被击落了 这是莫斯科方面发布的 说是45架 除此之外 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发布的 说过去24小时 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成功摧毁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在也门胡塞地区 胡塞武装地区控制内的地对空导弹和雷达系统 这也是主动出击 你看 就现在就是很多其实战场的情况 它其实都在瞬息万变 这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进攻 中俄一朝的邪恶中心的这些所有的军事动作 这媒体相应的报道的不多 它其实并不是说它没有 而是它没有放出来 因为整个舆论的制高点 它实际上被很明显 被自由世界控制着 掌控着 是吧 而中共最多就是在中文媒体 俄罗斯就俄文媒体 在英文的 英文世界 西方的这主流语言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德文的世界里头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综艺啊 就算他们发也最多就是电报群里头 电报群里 社交媒体一发出来 那就被当着说吧 就是阴谋论 是不是啊 也不知道 因为它没有大牌啊 在这个主要的社交媒体里头 就没有真正的这种 比如说俄罗斯的RT 或者是这种官方的 或者是真正有公信力的这种 私人媒体啊 私人媒体 它没有 它都是国家的 不管环球网 还是RT 是吧 俄罗斯的国营频道 或者是俄罗斯的 微信通信社 和还是说一系列这个社内社 其实都是最终 它都是俄罗斯 官方媒体 所以出来的东西 信任度不高 可信度不高 所以它很难啊 在这个媒体上啊 在民意上产生这个共鸣 但是呢 俄罗斯一旦出招 对着乌克兰 或者伊朗啊 这个出招 对着西方啊 搞什么刺杀 打人袭击啊 或者是这种导弹袭击 造成的平民伤亡 那是媒体转得很快 这就他们极其不利的地方 是吧 啊 然后就算啊 这个俄罗斯 一些的媒体说 多个北约国家参与了策划 乌在库尔斯克的行动 别人不搭理啊 是吧 因为他你整个的系统啊 没有说相应的 整个的法律体系来支撑你这一系列的动作 啊 包括啊 我们前天说了 说CN记者啊 越境去到库尔斯克采访啊 俄罗斯在这里威胁说啊 越境了 说之前意大利记者啊 要对他进行各种什么刑事起诉 然后在美国的记者现在也在威胁啊 说你这越境采访了 但是呢 啊 这些你看在西方的媒体的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啊 是不是 你看这说策划数月啊 策划了几个月 很正常 那肯定是要策划的嘛 所以这我们说的就是啊 其实啊 这里头现在其实就是这个冷战之后 冷战结束之后啊 对着萨达姆啊 结束之后的新的形式的大法 它其实就是混合战 这混合战啊 就是谁掌控啊 这所有的话语权 这是很关键的 啊 这个我们再看看台湾啊 20号专门做了一个导弹发射演习 在台湾的东南部一处偏比较秘密的武器实验场 进行了导弹发射演习 然后呢 测试了啊 台湾的装备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防空导弹 在屏东九棚基地及东部海空域 说共发射了五枚各式导弹 然后关键是这一次啊 说是安排了公开记者 很多很多记者都去了 很多媒体啊 专门这是台湾首次 你看这媒体都去了 去进行了这个相应的采访 然后现场直接拍下来 大家看啊 你看这首次啊 首次直接实弹导弹发射演习 这在过往的邱国阵啊 国民党掌控的这个台湾国防部 基本上啊 很难看到的是吧 之前所有的演习都是做的样子 这一次啊 直接你看 这个爱国者导弹 以及哪怕天宫三号 那搞一次五枚 那都花钱啊 一枚导弹几十万美元 可能是要吧 是不是 然后啊 你要知道 这个所有的这个操作 如果 记者在那里 如果成功率不高 炸糖了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对这个绝对有 有绝对把握 就是告诉你 美国的东西 是吧 爱国者和天宫三行 防空脑弹 啊 绝对是非常靠谱 所以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了 这两个意义 一个是官兵的训练非常扎实 另外 整个武器装备 是随时可以验证 随时可以见证 啊 你要知道 这个和 就是就这种装备啊 和你买把枪啊 打两个子弹 因为主要枪这个是 是吧 就咱们用的手枪或者东西 那因为毕竟一百多年了 很多厂家生产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啊 经过时间的检验 但是对于 爱国者导弹啊 这种天空三行防空导弹 是不是在亚洲战场 特别是在台湾 你只要你只买了 买了能不能用 你不知道 因为这种东西 这种装备 一旦失败 那内部自己给炸掉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让记者直接到现场 啊 说白了你解放军有没有这把握 他没有 是不是 中共的解放军 中共 防空导弹 他敢不敢随便 开放 让别人来拍 万一 中间失败了咋办 他都是拍好 然后再放 这就是巨大区别 这其实就是台湾 啊 现在这国防部的孤立雄 那绝对啊 在这方面是有这个信心的 说白 就是美国的装备的稳定程度 就告诉你随时都可以啊 你想你什么时候用就什么用 只要你训练到位 这是关键 这其实 你看 就台湾国防部现在做的事情和之前巨大区别就是 你要上手 要上头条 你要随时成为热点 是吧 为什么要成为热点 就是就告你 就台湾老百姓啊 第一 这个所有的啊 这个军事能力 没这么可怕啊 是吧 第二 你的所有的军事准备 你也必须得让台湾老百姓知道 是吧 你得要有这个心理心理的预期 是吧 和平是来自于啥啊 不是来自下跪 而是来自于真正的实力 第三 这刚刚你是吧 这个美国的装备是绝对靠谱啊 绝对是靠谱 这这一套啊 就这一套装备 部署的这个地方 无论啊 就爱国者嘛 是吧 就之前做这个台湾的媒体天天说这么 台湾啊 买的美国的这装备啊 这都是完全是为了军售 是不是 然后也没打过 之前很少很少打嘛 是吧 很少试射过 啊 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都有打个问号 那现在其实就是要把台湾军方的 所有的各种演习或者是能力要不断的展示出来 要成为关注的焦点 关注的焦点到位了 自然而然 很多啊 就是你的民意就会就会让台湾老百姓知道 这个中共啊 要随时准备好中共进入的这种装备战备状态 这已经不是说离得很远 是吧 是已经很近了 所以就是政府啊 就台湾政府想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就是民意的辅导工作 你必须得到位 你看台湾还说出了一个战争桌游啊 台湾战争桌游 也是以台湾战争为背景的桌上游戏 2045 也是做一系列的这样的准备工作 我觉得是吧 这和之前的一个巨大区别 就是要充分应用 现在的啊 这个新时期的社交媒体时代 以及啊 各个民意啊 爆炸的时代 以及啊 你逃不掉的时代 这样的 你如果不用起来的话 你可能就被中共把民意给弄走了 是吧 所以这都是也是需要关注的 还有就是让台湾老百姓知道 是吧 当兵或者是在军队里啊 保护国家安全 它是一种荣耀啊 是一种啊 也是一种高科技的工作 不是在是以前天天就是走正步 叠被子 说台湾以前不也是走正步吗 啊 除草 减草 啊 就告诉你现在啊 台湾 这个部队是以什么为主 一样的 那都是玩导弹 啊 玩电脑 是吧 玩雷达 都是这种精密的东西 是不是也都是这种高科技武器 都是跟美国第一时间接轨的 这样的话 他会唤起很多人主动要求参军 是不是 如果你天天展示的啊 你在军队里干啥 就是叠被子走正步 那是谁愿意当兵啊 是不是 因为你在这个部队里待着节 你会觉得没有受 就是别人问你啊 在部队的单级学了啥东西 啥都没学啊 如果 让你说你是这个啊 接触了爱国的导弹系统 啊 我看到了美国最新兴的科技 哇 太牛了 是不是 那样的话 就算退役了 他也可以很自豪的去找到一些工作 找工作都好找 总比之前天天端刺刀 是吧 就是训练一些没用的东西 要强多少倍 爱国的导弹 那是美国最先进的 说白了 就是整个的 他的系统的运作 就你 你在里面参与 学会的是美国的这一套 整体的系统的运作 这是关键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